我們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PNG圖檔 因為我們剛有跟各位講過 其實JPG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格式對不對 事實上不只是影像品質的問題 事實上PNG它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帶透明度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各位你在做簡報 在做那個網頁 它可以有透明的效果 而且它的透明不是像我們一般GIF 只有一個顏色的透明 GIF它最多是256種顏色 可以設一個顏色透明 但是PNG它可以設多少 256種程度的透明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你的圖是有陰影的 拿進去也是有陰影的 而且會疊在原圖上 這個目前從IE7以後都有支援 火湖跟這個Google瀏覽器是人家早就支援的 IE7是要到7以後才支援 所以你用6看這種圖會有點怪怪的 但是7以後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這個應該怎麼用 我們拿剛剛的Photocab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你看我們的Photocab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張 比如說我在上面打字好了 對文字工具我們沒有特別介紹 來看一下這裡 你點了一下之後它會跳出來 它預設的這些文字 好它會跳出來這些預設的文字 你可以看看你的樣式你喜歡哪一種 就點下去就有那個樣式 我就挑一個有發光的 有那個英明的 好不好給你看一下 你在這邊好這裡有一個 這個外框字的 OK這樣字就進來了 來 我把它弄進來 那你要打的話呢 6.0跟5.0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它在上面這裡 以前我們會有一個對外方塊 現在都在上面這邊就可以直接做了 好上面就可以直接做了 所以你可以選好你的字型啊 大小顏色這都沒問題 在上面這裡我就直接來打一下就OK了 好 我把它拉好 字型我選粗一點點的 不行 應該不會啊 好吧 我先暫時用它內定的好了 欸都不行 有點奇怪 好 拉回去 好先用這個 那假設你這個圖 我要拿到你的簡報裡面用 那如果這樣帶過去 是不是會有一個白色的底 請問各位 應該常常在做簡報嘛 對不對 簡報應該比較少人用白色的吧 怪怪的齁 通常會有一個底圖 也許文件可能會 那你可以來看一下 Folocab為什麼好用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看右手邊 它有塗層 有沒有 右手邊這裡有沒有塗層 好 它有塗層的概念 那有塗層概念的話 你看 我就可以把它底層這裡 我先把它這裡放大一點 你看看得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底層 這樣看不見 好 我又放大 哈哈 這樣 這樣看有了吧 哈哈 好 這裡有一個底層對不對 那這個底層呢 就是我們的底圖 如果你今天想要變透明的 請把它眼睛關掉就好了 把它眼睛關掉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一件事情喔 你看喔 我把它關掉 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底圖 這個顏色變成這樣 變得好像賽車格這樣子 那這個就代表透明的 透明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 我要把這一張做好的 我可以直接把它存檔 好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這邊直接存檔 儲存 好 那儲存的格式 我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好幾種儲存的格式 對不對 好 你要了解一下 如果說你用的比較多的東西的話 那你最好能夠保留它的原始檔 它的原始檔 因為每個軟體都它是原 它的原始檔叫PCL 那這樣代表一件事情 你這些文字都還可以改 這些圖層可以變 可以任意移動 那你如果變成這些圖檔就不行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我們要拿過去 簡報裡面用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PNG 好 就是你原始檔存好之後 保留下來的 我再另存一個叫PNG的 好你看喔 我現在就把它存成PNG 好 比較重要的在這裡喔 有沒有發現它有所謂的位元格式 我們要選的 其實你關掉底層之後 它就會自動選這個32位元格 也就是說24個位元 它是用在儲存那個顏色的 另外還有8位元是在儲存透明的資訊 所以你如果選這個 它也是全彩 可是它就沒有透明的 這樣了解意思喔 這個有一點差距 那麼如果你選擇8 這個是什麼 就是跟GIF一樣 2的8次方 就只有多少 256 只有256種顏色 事實上PNG 本來是要來取代GIF跟JPG的 本來它的用意是要這樣 但是 因為 一些因素它沒有辦法完成喔 所以它就變成獨立的格式 變成獨立格式 那我現在選這個之後呢 我們來試看看喔 我把它存出去 存到我這邊來 好 我就把它OK了 給它一個檔名 現在呢 你就可以打開你的 不管是我的啦 還是那個簡報都可以喔 好 現在把它確定了 我們就來到 我看我的簡報好了 好 你看喔 我把它拿進來 你可以用拖曳的 也可以從這邊插入 標準的從這邊對不對 我們Office也是這樣嘛 插入裡面直接找 找到那張圖片 你看看在哪邊 好 找到它了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透明就是透明嘛 對不對 在這裡嘛 只是我剛剛應該弄小一點點 弄小一點 那你可以發現 有透明沒有透明 是不是差很多 你如果一個白白疊在上面 是不是不好看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呢 你也可以再做一些點什麼 處理喔 比如說我在這個上面 假設你要加一點陰影的效果 怎麼辦 直接點兩下 咚咚 這個是它傳統的畫面 就會出來的 陰影 在這裡 開放陰影 你先看一下 有沒有陰影跑出來 反正顏色什麼 你都可以弄嘛 這個就給你試看看 那我再加個小圖囉 來 我們從右手邊 右手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做影像物件 右手邊 這裡 你可以從這裡找 也可以從下面這裡找 因為有的人比較喜歡從下面這邊 我把下面放大一點點 從這裡有一個叫做影像物件來變大 好 你看一下喔 下面有沒有一個叫影像物件 對不對 這個地方 你從這裡也可以 因為這裡比較視覺化 你看喜歡哪一張圖 就按著丟進來就好 它就可以夾到原來的圖上面 好 我操作一次給你看 來 比如說你要這個 你就點到它 好 我就拉上來 放上來 OK 我們試看看喔 它不只是只有點正的 它也有像樣的 好 假設你要放這邊 好 好 這裡 那這樣子 你看我們右手邊的圖層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圖層的概念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像我圖會長到字 你可以把它往下 或者再做大小的調整都可以 調整圖層順序就是按著拖曳 跟我們一般軟體都一樣 就是按著這個圖 往上拖曳 或往下拖曳都可以 好 往上拖曳或往下拖曳 好 你看喔 我做給你看喔 我把文字往上好了 有沒有 現在字是變在上面了 對不對 這樣就好了喔 像這邊它還有什麼 有那個向量的 我們剛剛用的是影像字 屬於點正的 向量就有一些其他的形狀可以拿來用 比如說你要這個 點進來 一樣 擺在字的下面 這個就比較像我們一般在那個影像處理的軟體 標準的那種影像處理軟體 好 假設我就先做這樣就好了啦 做太多 有時候就太亂了 好 一樣的 我就把它另存出去囉 因為這邊我們有加透明對不對 我把剛剛那個先取代掉 好現在我回到我的簡報 這個我賣了 我等一下 刪錯人了 好 OK 我重新叫進來 其實你用拖曳的也都可以啦 好 有沒有發現陰影就是陰影 對不對 所以PMG為什麼現在才開始流行 不是它以前不流行 是因為流氧器不支援 IE不支援 因為以前IE最大的流氧使用者嘛 你不支援的話 大家就沒辦法 可是既然它支援了 這個就會慢慢越來越多 而且你們如果有看過那個蘋果的 蘋果那個作為系統 有沒有發現都會 感覺好像比PC的漂亮一點 因為它都是用PMG 32V 就是 比較好看 所以這個是 在這邊你可以嘗試做看看喔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